养生营养师 国家一级播音员 主持健康服务节目28年 同时欢迎两位健康观察员 恭喜铁峰老师 恭喜我干嘛呀 你看往这一站 这个造型是气质 特别是这颗白菜 看着就那么可爱 白菜是百财呀 是吧 您这是肯定是有什么买卖 要开张了是吧 刚才铁峰老师走进现场 这乍一看 我以为铁峰老师抱了个小宝宝呢 这什么跟什么你们这是 这周末是双将了 二十四节系双将嘛 这北方朋友们开始囤大白菜了 对不对 所以今儿我就想教教大家 几种白菜的新吃法 不论南方还是北方 我都得跟大家说说 这大白菜的营养和美味 这白菜我可知道 这几十年了 那白菜 哎呀不是炖啊 就是炒啊 今天你还说 我还有那么多的新吃法 这个我可真不太知道 在我的记忆里 是每年一到这个季节 就开始我们那时候叫买球菜 对 是吧 就家家户户严正一代 只要一听着这个白菜到了 这家家户户一起出动 平板车 三轮车就浩浩荡荡去买大白菜 一买就是上百斤 是吧 这个家家户户 防前户后 这全是大白菜 还有这家家有条件 就挖菜窖 对 放在窖里的好处存 放在那个菜窖里 那时候谁家有菜窖 老牛了 对 那那了不得 我现在脑子里全这画面 我要说 你这一说我都有画面 古语 秋收冬藏 这话在北方人看来 特别好理解 冬天来了 首先得藏好这大白菜 你心里才有底儿过这冬 嗯 没错 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啊 就是小的时候 每家每户 那都买那个大白菜 这个白菜呀 吃了这么多年 吃不腻 有的时候还想吃 就特别馋这口 所以铁锋老师说 还有那么多做法 我一定得学 其实我得说说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大家感觉 吃不腻这白菜 我认为啊 很多原因 习惯 对呀 情怀是其二 嗯 再有 其三就是白菜自身 美味和营养 搞营养的就离不开这个 跟大家说 本草纲目里 说白菜啊 嗯 说它 肝温无毒 嗯 通力肠胃 啊 能除胸中烦 解酒渴 消食下气 嗯 东汁油价 能够中和 力大小便 嘿 这都是本草纲目里说的 嗯 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 叫白菜 不如白菜好 嗯 猪肉 唯有 猪肉香 嘿嘿嘿嘿 你说这个从营养学角度来讲 这白菜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嗯 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 它能够促进胃肠蠕动 助消化 嗯 尤其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大白菜里这维生素C含量 嗯 比苹果梨都高 哦 哦 在这一点上 它跟橘子 柑橘 嗯 不相上下 是吧 但是它的热量 嗯 比水果可低多了 所以如果您想补维生素C 除了可以吃很多橘子 橙子 手都吃焦黄 嗯 你可以考虑一下大白菜 哦 哎呀 这个铁峰老师 这白菜我也研究过 传统相声 我们当中就有一段名段叫 珍珠翡翠白玉汤 都听过吧 那里边那个翡翠 嗯 就是大白菜 对 我特爱听这段 嗯 哎 这黄老师 你不明白我这首饰吗 对呀 这这段说的是这明太祖 朱元璋 嗯 他当了那个皇上以后呢 他就是朱红武 早年呢 这个逃难就到了这个修宁一带 这是那个朱元璋啊 已经是连着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就饿昏在一个小坡庙里 这这俩 要饭的一看这位 这咱得救他呀 对呀 也不能看着他死在这儿啊 就把他们要来那那那那点杂花菜就就就就给他喂下去了 他这一 他感觉好好当时这这就就痛快了 他热乎了 他这一路其实他已经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 对 现在这锅这个热杂花菜汤的一下去他这感冒好了 打这就有精神就问这俩人说你们二位给我这个这锅汤叫什么呀 这俩要饭的这个气呀 这这这破杂花菜哪有名啊 对呀 那个时候他不问名字吗 咱告诉他这就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就打这么来打 您是怎么做这个大白菜 您不会也给我们弄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吧 您完了以后 每人再来两大碗 每人再来两大碗 这不行啊 这个珍华老师您不用着急 我呢先给大家上盘菜再秀一秀 好啊 等一会儿呢 我一定教大家把白菜做出新花样 嗯嗯嗯 哎 那叫菜来了 你这一大早就给这傻乐什么好事说来听听 哎呀 跟你说啊 我儿子幼儿园举办那个厨艺大赛 我儿拿一等奖 哎呦 全靠我知道 你嫂子夸我了 说你在这家呀 总算有点用处了 总算 不过凡哥 我记得你以前厨艺可没有这么好 怎么最近见长呢 哎呀 这当然是全靠秘籍了 嗯 铁峰老师最新编撰整理的第五册一样菜手机啊 这里面不光有最新最优质的一样菜股 还增加了以往手机当中没有的 要材要善的搭配 我就是靠这里边的菜股 游走于各大家庭地位 现在几乎就是贪不绝口吧 我记得啊 原来的一样菜手机当中呢 有咱们的生活妙招 还有血胃按摩 那这第五册当中也有吗 当然有 随手一番全是知识点啊 顺便偷偷告诉大家 现在扫描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 还可以提前预约领取手机资格呢 不用排队不用等待 包邮送到家 等一会儿我也来扫一下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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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